第四百零六集 简简单单的三个字便是表达了态度 很显然他们有这个底气 吉林表情一变自然不愿意放弃 继续道 你们想要什么 我们七家都能拿出来 开个条件吧 不依男人神色肘然严肃 一字一句道 我的话说得很明白了 滚 你几家在昆仑须虚虽然有些权势 但是在我清玄丰什么也不算 如果再不滚 休怪我无情 吉林差点气炸了 他哪受过这种气啊 他几家在昆仑须可不是什么小家族啊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这群人如此态度 必然是因为一个原因 那就是条件还不够 不再犹豫 吉林手中出现了一颗金丹 金丹一出 无数灵气涌入其中 浓郁的药香散发开来 不依男人以及身后的所有人 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在清玄丰长大 接受无上医道 对丹药和医道无比的了解 而眼前丹药的气息极其浓郁 绝不一般 不依男人有些动容 命令道 把此丹给我 我自然会考虑 吉林自然不会随随便便地给他 一字一句道 我要准确地答复 而且这丹药 只能给林清玄真正的后人 那不依男人仿佛感觉自己的权威被质疑 冷哼一声 我便是林清玄后人 你如果需要我出手 便把此丹给我 你没有任何谈条件的资格 如果你不愿意 那对我也造成不了什么损失 这一刻 吉林动摇了 父亲危在旦夕 只有清玄丰的人可以救 他必须让林清玄的后人下山 他咬咬牙不再犹豫 将手中的丹药递了过去 不宜男人眼眸炽热 嘴角勾勒一道笑容 清玄丰的所有人 都是林清玄的后人 更何况他答应出手 可没答应一定救活 平白无故地依上股丹药 这个买卖太赚了 他扯掉了清玄丰的阵法 这两人的实力他早就看穿 根本不用惧怕 就在他要摘掉 吉林手中的金丹之时 一旁的叶晨 却是抓住了吉林的手腕 直接拉了回来 我看还是算了 弹幕的声音响起 吉林一正好奇地 看向叶晨 叶晨 你这是做什么 叶晨开口道 几家有人出问题了 是你的亲人 是你的亲人 这难道是你来清玄丰的真正原因吗 他可是一眼就看出不依男人的实力 五到十里还算不错 但是论一道那就不一定了 更何况此人眼神飘忽不定 拿了丹药真的会知 论医术 叶晨可能不一定是林清玄后人的对手 但是轮回幕地可有真正的林清玄呢 还求什么后人呢 直接求他叶晨就可以了 吉林也没有隐瞒的必要 我父亲出了一些事 现在昏迷 宛如活死人 姐姐让我来找林清玄的后人出手 这是唯一的希望 叶晨点点头 无比认真道 你难道忘了 我的道也是一道 与其找这群不确定的人 还不如让我出手 金丹我更不需要 吉林白了一眼叶晨 我父亲的病 不是一般手段可以治愈的 我知道你出自医神门 走得更是一道一途 但是 我父亲的病很棘手 哪怕你师父也不一定有办法 更何况你了 姐姐说 唯有林清玄出手才有期望 可是林清玄早就消散天地间了 那林清玄的后人便是唯一的机会 夜晨一正 刚想说话 已跟银针直接射了过来 划破空气 云光闪烁 更是锁定她的心脏 显然是要她一针毙命 她冷哼一声 右手探出 双指轻轻一加 一根银针便是 稳稳地出现在了两指之间 随后她那冰冷的目光 射向出手的不仪男人 冷冷道 你这么做 是不是过了 不仪男人显然没料到 夜晨居然能接住她的银针 神尤镜反应力居然这么强 小子 这小姑娘话语很清楚了 你可是要坏我好事 不仪男人冷声道 夜晨没有理会 看向几灵 如果你相信我 就把丹药收起来 你父亲的病我会出手 而且我保证 只要林青玄能治的 我夜晨照样能治 这一刻 夜晨身上爆发出极强的自信 仿佛万丈光芒 几灵失神片刻 甚至下意识打算 把金色丹药收起来 那不仪男子早就把金丹 当成自己的东西 也顾不得脸面了 直接五指张开 向着金丹而来 看到这一幕 夜晨眸子一缩 冷哼一声 那刚才两指夹着的银针 直接射了出去 快如闪电 不仪男人 差距到危机 冷笑一声 手臂一震 一股无形的气浪 翻滚而去 本以为能毁掉银针 却没想到 那银针直接穿过了气浪 更是准确无误地穿透了 她的手臂 没入其中 下一秒 她便感觉整只手臂都麻痹了 你居然敢对我动手 你可知道我在清旋风的身份 不仪男人想要逼出银针 却发现根本不可能 银针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死死地护着 关键补光她的手臂僵硬了 这种僵硬质感居然在不断地蔓延 她敢肯定 要不了多久 整个身子都会石化 无法动弹 这是什么术法 怎么向灵符一道 她那猙獰的眼眸死死地盯着叶辰 小子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这可是在清旋风 可想过后果 叶辰双手抱胸淡淡道 既然你是林清旋的后人 不会连一根银针都逼不出来吧 不仪男人瞬间脸色涨红 如此妖术 估计你是来清旋风闹事的 既然如此 那别怪我不客气了 所有人 拿下这小子 几林自然感觉到这些人的不善 抽出一把长剑 直指所有人 哼 连一根银针都逼不出来 还说自己是林清旋的后人 差点被你骗了金丹 谁敢上前一步 本姑奶奶就先砍掉你们这些男人的三条腿 此话一出 那些还未出手之人便是感觉下体一凉 这小女孩也太狂了吧 动手 不宜男子催促道 下一秒 清旋风的那些人急速掠去 杀鸡爆发 叶晨和几林冷笑一声 流转而去 残影阵阵 见光冲天 短短十秒 所有人都倒在了地上 这些人既涉猎一道 又涉猎五道 导致不伦不类 自然不是叶晨和几林的对手 当然几林也没下死手 毕竟他是来请人出手的 得罪了清旋风的人 对他没有好处 几林甚至连看这些人的打算都没有 直接向着深处而去 叶晨 来都来了 我们一起进去 不管如何 我一定要见到林清旋后人 叶晨无奈地摇摇头 他总不能解释林清旋就在轮回墓地吧 不过他这次来清旋风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一方面为了林清旋的交代 另一方面便是寻找医生们的其他人 两人步行百米 便是看见了一块巨大的黑色石碑 上面写着苍尽有力的七个大字 一道通神 林清旋 一股荒谷之意扑面而来 庄严而神圣 就在这时 叶晨居然感受到了轮回墓地的震动 很显然 此墓碑上的文字就是林清旋亲自所提 而轮回墓地的那道林清旋神念 第一时间察觉了 下一秒 一道身影便是浮现在了叶晨的身边 正是林清旋 林清旋死死地盯着那块石碑 眼神中仿佛回忆着亘古之事 复杂 忧愁 甚至还有愤怒 同时石碑之上竟然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仿佛承载着林清旋心中的愤怒 叶晨根本想不到林清旋会冲出来 不过他看了一眼几林 对方根本没有察觉 应该只有自己才能看见 林清旋双手扶在身后 终于开口了 我本一道为尊 绝世独立 乃何天气一道 天灭一神 万物之道 诸天幻灭 古今贯穿 消散世间 一道不朽 万古诸天 尽可灭 徒儿 我本以为千万年来 我的后人总有一位 能堪破我留下的这道石碑 成就无上一道 现在看来我错了 他们不配继承我的衣钵 不配 突然林清旋看向叶晨 认真道 闭上双眸 手掌触碰着石碑 告诉我你能看到什么 快 如果你能悟到里面的东西 便代表你有资格踏上无上一道 一道最强的不是救人 而是杀人于无形 叶晨犹豫了几秒 还是伸出手 触碰黑色石碑 下一秒 异象突起 苍穹之上黑云压成 遮天蔽日 一道金色的光芒 向着石碑笼罩而来 宛如圣光 叶晨看到金色的光芒 渗入石碑之中 那上面一道通神的四个字 也是悬浮了起来 这四个字仿佛是一个黑暗漩涡 视线所及 便是无尽微压 这是 叶晨刚想问什么 身边的林清玄虚影便道 心无杂念 我的这群后人没有能力 我倒是想看看轮回墓主 有没有这个资格 你修炼了完整的九天悬崖诀 身上没有任何排斥 并且被轮回墓地选中 必然有缘由 我就是想要知道 这个缘由是否和我林清玄有关 如果你无法悟到里面的东西 我依然会帮你一些 但是我的无上一道传承 不会全部交给你 因为你没有资格 听着林清玄的话语 叶晨点点头不再多想 闭上眼眸 甚至将灵石 渗入其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